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雷先生 我是雷宇 今天我在车里和大家聊一个 算是分享吧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 就是在日本的老百姓眼里边 豪华品牌 豪车 豪车 都是哪些车呢 但是我想说的是 今天说到的这些品牌 以及车型 绝绝对对不是什么 什么兰博基尼 马丁 什么宾利 什么那一类的 什么超豪华品牌 以及跑车 那些家伙都不是 那些东西在全世界地球人的眼里边 都是好玩意 对吧 我想说的是大众级别的 以我目前的了解 在这边 如果说是日系品牌的话 雷克萨斯 肯定是没跑了 这个在日本人眼里 绝对对的是豪华品牌 然后就包括丰田的皇冠 不过皇冠这个车啊 呃 大家都知道这边很多的出租车是皇冠 然后包括一些 呃 这个 这个 诸事会社 就是这个 商界的一些 呃 中老啊 什么大佬们也会开皇冠 然后包括一些政界 包括这个 警用车 都有皇冠这个车型 所以说皇冠这款车 在日本 它的一些 怎么说呢 一些标签啊 以及一些这种代表性呢 还是挺明显 挺强的这么一个车 但不过啊 除了这些 啊 就是有所谓的身份的这些人开之外 那大多数的都是老年人 中老年人开啊 中年人可能也比较少一些吧 这个年轻人开 在日本开皇冠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 当然了 有一些玩车的人 在这边也是能看到开一些皇冠车型的 但是他们都把那些车 改的还都是挺有样的 OK 再有一类 就是比如说像丰田的海里 我之前拍过那个全新的海里 其实这个车啊 在日本人眼里也算是好车 它虽然够不上豪车的级别 但是呢 它算是一个好车 呃 其他的日系车型呢 呃 你比如说这个 日产 日产的Skyline这款车 其实在日本人眼里边 呃 可能现在稍微差点了啊 稍微放之前 早些年的时候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车型 那比如像咱们那边的什么 凯美瑞呀 啊 这个天籁呀 包括本田的雅阁呢 其实在这边就算是 很一般很一般 包括这个凯美瑞和 雅阁啊 不管是混动的还是不混动的 在这边的 大街上看见的机率 非常非常的少见 反正我在东京是这样啊 这边的凯美瑞和 雅阁的这个这个这个销量啊 不太好 真的是不太好 和咱们那边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么一个情况 再有呢就可以说说这个非本土品牌了 哎 这个就有意思了啊 BBA 一点毛病都没有 这个日本人啊 BBA对他们来说 那决绝对对就是豪华品牌了 不论是什么车型 就比如说我现在坐在这个奔驰小A里边 他也觉得 哎 看见这个标 哇塞 那你也是一个 是吧 最起码是一个开豪车的人了 但其实大家都懂 BBA在日本这边的一个品牌 异价能力呢 基本上就是奔驰宝马奥迪 这么一个顺序 那从他的这个保有量 以及二手车的这个价位呢 你也能看出来 他基本上也是奔驰宝马奥迪 这么一个阶梯形的一个盘序 呃 那这边这个开奔驰和宝马的人吧 哎 宝马确实是啊 比奔驰少一点 反正我在东京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奔驰这边开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这个配置啊 大多数都是这个配置比较高的 呃 当然呢 也有特别低的 咱们分两头来说啊 这个高的里边 这个奔驰各种AMG 甭管是3545 还是什么63 什么这这种啊 出镜率 在大街上的出镜率 真的相对比来说 还是蛮高蛮高的 真的是这样 就是我经常经常能在路上 看到这些各种AMG车型 以至于啊 我觉得这个日本人 是不是对这个奔驰AMG车型的 这个理解 是不是和我们不一样 还是说他们真的是他有钱了 随随便便就可以买个AMG车型呢 呃 还是说这个确实这个售价也稍微的相对来说低一些 那另外一个刚才我也说到了 就是有些人为了面子 他会买一些比较老的一些款型 以至于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小小的这个problem的一些车型啊 当然了 我不是说这个如果恰巧 视频前面的朋友 你正好开的是这个车型 我并不是说你怎么怎么样 我只是觉得说这个没毛病 这个人要面的这个事儿 人之常情嘛 但是呢 这边的确确是有这么一种现象 我只是说一种现象 至于这个开宝马的人 我觉得啊 好像这个开宝马的人 要比开奔驰的人 至少在 呃 了解车方面 稍微的要好那么一点点 这是我个人的在这边的一些小小的这个怎么说 认知和了解啊 因为我也和一些朋友们聊过这件事情 那奔驰人大多数还是要面子的 但是不得不承认这个奔驰现在 比如说坐在这个奔驰A的车里面 这个设计啊 确确实让你这个眼睛感觉非常的爽 真的是这样 呃 那宝马呢 相对来说设计就偏素一点 但是开起来的感受 呃 我觉得宝马要比奔驰要好一些 嗯 但是呢 这个后来的这个新的奥迪这些家族的车型啊 在驾驶感受 不得不说要比宝马要好一点 以前都说 坐奔驰什么开宝马是吧 那现在这个奥迪的驾驶感受 真的要比宝马要好一点 反而这个宝马的这个舒适性 现在做的真的是不错 反而这个奔驰啊 现在就落下一个设计了 其他的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长处 OK 呃 这个车远了 那呃 开奥迪的人呢 这边呢 确确实实相对来说 比例要小一些 而且开奥迪 我可以说一下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边开奥迪旅行版 尤其是A4旅行啊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奥迪家比较擅长做旅行版车型 所以说日本人对这点也有认知还是怎么样 他们买的这个相对比例更大一些呢 呃 稍微稍微的显得低调一些 稍微稍微的显得低调一些 OK 那这个呢 就是德系品牌 然后呢 还有一些小意外啊 比如说像沃尔沃 这个品牌 以及大众 沃尔沃和大众在日本人的眼里边也算豪华品牌 这个是不是有一点点出乎咱们很多国内朋友的一些意料呢 真的是这样 他们对沃尔沃品牌也非常非常的认可 呃 这边的车型啊 有也很多 有现在也是我们国内没有进行引进和销售的 然后大众呢 真的也是让我有点意外 哇塞 这个这个品牌居然在这边也算是一个高档的一个品牌 哈哈 不过啊 关于这个大众 为什么是高档品牌 还有一个小小历史 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聊 可以去查一下 呃 我也可以专门抽一期视频来和大家专门聊一聊 为什么大众在日本是一个豪华品牌 这个说起来就有点耽误时间了 好 那咱们接着往下说 那还有一些 比如说像标志 哎 在日本这边卖的也还可以 这个也让我有点出乎意料啊 然后就是比如像这个什么保时捷啊 保时捷这边 哇塞 那超级多 当然了 这个可能在我刚才说的那些品牌级别里边要稍微高一点了啊 但是保时捷在这边也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 好 那这些呢 就是本土品牌以及海外品牌 在日本人眼里边算是一个豪华车好车的这么一个 我个人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分享吧 那这期节目呢 差不多就和大家叨叨的这儿吧 真的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这么一期节目啊 也不知道大家对这样的一些内容分享感不感兴趣 如果你对这样的节目内容感兴趣呢 也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也或者是关注我的频道 那以后呢 我也有可能找一些类似的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呢 和大家像这种方式来跟大家聊一聊啊 叨一叨啊 聊聊天什么的 OK 那这期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